欢迎收看今天的 要你股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贝拉 我是云东霖 台湾台风价修饰期间 美股下挫 尤其在科技股风暴下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费半指数都大跌 台股今日一开盘就中挫 盘中一度失守季限 收盘收在22119点 总共下跌了752点 现在盘市这么不稳定 投资人是否该保守操作呢老师 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好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请帮我们加入袁老师的LINE AT 还有袁忠林老师的个人频道 也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 好 那就像贝拉讲的 今天一开盘就中挫 是 那那个开盘以后 结果指数呢都沿着这个均价线 弱中透强 是 就是一直都没有跌 或均价线再继续下跌下去 虽然已经跌了这个 七八百点了 好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贝拉刚刚也讲吧 这一段台风这一段期间呢 纳扎克跟费瓣都大跌 那个费半累计跌幅呢大概有7.4% 这个跌幅是真的 非常大 对指数而言真的是非常恐怖的 好 那所以这段期间美股 他们的这个投资人呢 大家非常恐慌 那所以台股也是相当恐慌 从什么地方看呢 从那个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 这一次美股的恐慌指数呢 它已经来到 今年4月份 也是内市也是沙盘 是 的恐慌指数已经来到那边的相对的高点了 所以表示说投资人真的是蛮恐慌的 那 伴随着科技股的风暴 科技股的风暴有什么呢 特斯拉 这个第二季财报不好 大跌12% 然后这个Google呢 它本来它的什么云端啊 这些资料中心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它的YouTube 营收没有达到标准 所以呢股价也大跌5% 另外还有海力士 它的业绩超好的 但是呢 因为其他这个科技股都跌嘛 所以它它的股价也跌了 大概将近9% 所以这些都也形成这个 对这个肺半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辉达 台积电 超微都是大跌 是 好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弱中透强嘛 就是还是守住均价限 可见这是应该有这个 一只手在护盘 才不会让这股价指数继续跌太多 那我们也看这个 这个涨跌加速呢 今天上涨414家 那下跌的呢有1300多家 是 那所以就是 红K 红K 红K有多少呢 有1000多家 表示说这个很多的股 很多的这个股价呢 都是开低走高 虽然它是下跌了 但是因为 它这个红K比这个上涨的加速 多了600 所以很多股价呢都是开低走高 但是 还是就是没有能够收在平盘以上了 所以红K那么多 好 那今天的这个类股行情呢 没有几个红的 就是大概只有这云端啊 还有居家是红的 其他都是全面重挫 那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非半指数 非半指数 我们看它的这个指数呢 这指数在这边 这个在7月中这个地方 7月10号左右 这边这边形成了一个空头吞噬 他们的红K是 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黑K 那就是说 所以这个是这个空头吞噬 空头吞噬以后 结果真的大跌 这一段跌幅跌的蛮深的 所幸呢 我们看到有露出一点点这个曙光 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蛮长的下影线 而且这个非半指数 它昨天的这个指数呢 已经来到了前一波的这个支撑区 就是差不多4月份 这个地方的支撑区 所以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在这边可以止住 如果说今天 今天晚上这个费城半导体呢 它如果可以收一个这个红K的话呢 那这个样子就形成这个K线的反转形态 对这个指数就会有相当的帮助 就会类似形成像什么呢 像成型反转 类似这样 这是非半指数 那我们来看辉达 辉达 他 他从这个 他也是一样是这个 空头吞噬 他6月多就已经空头吞噬 空头吞噬以后呢 然后昨天形成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那这个同时有两个意义 一方面是来到这边的支撑区 一方面是这个季线的支撑 形成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所以台积电的AD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形 所以很有可能 这个辉达跟台积电AD都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 止跌的样子 非常有可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都可以止跌的话 费城半导体大概就不会再继续跌下去 也就希望形成反转 好 那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加权指数 就是说 我们这个前一两个礼拜跟大家讲说 这个指数创新高 然后这个技术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会形成背离 高档背离指数就会拉回 所以就跟着这个费城半导体一直拉回 那今天的这个指数呢 也来到了季线 抱歉是这个季线 对对对这是季线 是季线跌到季线 那正好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支撑区 也来到季线稍微跌它跌破季线 然后收缴形成那个下影线 所以这个样子 如果是今天的美股 他们可以走跌到止跌的话 那台股也相当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获得 下礼拜就可以获得支撑了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下面的指标呢是五天的 乖利率 是好五天的乖利率 我们看到这五天的乖利率呢 哇已经跌到非常非常低了 表示说这个短线 这个就是这个短天期的五天呢 它这个已经跌了太多了 因为大家都非常投资人会非常恐慌嘛 所以这个指数 已经造成了这个 乖利率非常非常大 五天的乖利率 就你往左边一看呢 几乎没有比这个 这两天还要更低的 表示说这个 乖利率这个 大家杀的实在杀的太厉害了 一方面也有融资砍出来 造成这个指数 会造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乖利率太大 那应该 如果说费成半导体 今天晚上如果可以获得支撑的话 台股下个礼拜 就会比较有像样的反弹了 好 那我们这个一加一的快选活动呢 现在还在持续 那就是说如果各位同学 你手上有这个套牢的股票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做 那就是可以来参加 袁老师的这个快散的这个解套方案 再操作方案 就股民 那先把你手中的这个股票呢 先想办法先解套 然后解套完了以后呢 再找这个强势的股票来操作 好 那这个三大法人 哇今天外资非常非常大的手笔 砍了846亿的现货 哇这个 所以难怪这个指数都在低档 没办法拉上来就这样 他们杀了846亿的这个股票 那投信呢买超83亿 自营商也是砍了209亿的股票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呢 就已经达1000多亿了 好 那另外呢 这个指数期货的部分 空摊啊 他们今天外资又多增加了4500口 哇 是 本来以为说他们这个 这个3万2000多口的这个空摊大后全胜了 是 没想到他们今天又再继续 继续加空这个4500口 那这个样子呢 表示说这个 哎 他们也是怕怕的 万一说这个 美股呢 仍然继续跌的话 台股也会受影响 所以他们 仍然是在避险的 好 那台积电 目前是来到了前一波的 这个跳空缺口的地方 920多 920多到940几的这个跳空缺口 是 那感觉上 这个好像获得了这个跳空缺口 形成了这个支撑 然后一方面 这个也是 这个有三天的这个 一个礼拜的密集 密集成交区 也是个支撑 所以有希望 配合着台积电AD 有可能形成的支撑了 好 那我们这个半导体先进支撑的这些股票呢 尹薇尹薇我们这个台风前 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个他的股价走势蛮强的 今天果真他今天持续在 仍然是强势 虽然一开盘的时候有也是跟着跌 但是后来呢 也涨了盘中 涨了这个大概有三四%这么多 收盘的时候涨两% 所以相对的是非常强的这个股票 因为他除了有这个先进半导体外 他还有会打概念股特斯拉 还有西光泽概念股 是 这些都可以 为他的这个基本面提提供支撑 好 那饭钱饭权呢 他是全球最先进的材料分析的这个公司 那之前台风前 他有稍微突破下降趋势线 但是今天呢 不抵整个卖压 所以又回到这个下降趋势线的里面 所以在这边整理 因为他相对这个股价呢 相对 仍然是相对其他的这个大盘指数呢 相对是比较强的 所以 仍然有希望 往往这边突破 好 天红半导体 现在就是 本来他是在今天就要那个出关 但是因为这两天台风 所以他又延到下礼拜一 分盘处置延到下礼拜一 那现在他的股价就是 形成了这个 270到320之间相形成立 是 因为他的这个技术实在太好了 所以在这边整理 然后如果跟着大盘指纹的话 仍然是有希望持续走高的 好 圣阳半导体今天非常非常强 盘中甚至一度拉到了这个122块 非常强 那他现在在这边形成了这个105到120之间的相形整理 那这个相形整理 因为他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体材呢非常的强 所以说他整理完了以后 仍然有希望持续走高 好 那苹果概念股 值得 因为他是做机器人 为关节 为机器人手臂的这个 技术 技术 这个产品 那他现在股价呢 我们那天讲说 他因为留了很长的上线 所以要整理嘛 整理果真现在就是 拉回来到95元 的这个相形整理的这个区间 如果说他这个95元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还可以守得住的话 那他就有希望持续在走高 如果不行的话 就回到这个相形 95到85的这个相形再整理 那顺达是这个 他是做笔电呢 还有这个手机电池组的这个公司 那今年他的第二季 他的业绩已经公布了 因为他业外的收益非常非常好 是 今年第二季赚了8.9元 比去年一整年都还要高 那虽然他是业外的 但是受到这个激励呢 他的股价也相对的蛮强的 所以 现在在这个相形整理 有希望呢 再突破这个110再持续走高 好 接下来是 让拉贝毛及波台的时间 这边老师会分享的 之前有操作过的 短线强势股哦 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知道 老师推荐的这些黑马股的话 那记得要订阅老师的频道 还有加入老师NLINE8 好 那 这个你买进股票就有风险 是 那就是 大家都会有感觉了 就是说 这个恐慌指数高的 这一段期间呢 大家特别有感觉 是 这个时候就是 风险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 风险比较高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选择股票 是 筛选股票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出场的话呢 就是 参加袁老师的会员 可以分担 然后降低你的操作的风险 好 那签富精密 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这个蛮强的股票 今天盘中一度拉高 创了这个 这个 比上礼拜的这个 这个收盘价都还高 可惜 后来这个收盘的时候 拉下来 这是可惜 但是现在 仍然是在这个 130到120之间 相形整理 所以整理完了以后 仍然有希望 持续走高 因为它 它是跟这个 在埃斯摩尔 做这个 极止外光的 这个设备的零件 所以这个 你一听起来呢 就是未来这个 这个前景呢 就非常的亮丽 好 那 细维 他今天回到了这个 支撑区 回到相形整理的这个低档 那因为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题材 非常丰富 ARM的这个 CPU的这个架构 那这个整理完了以后 仍然有机会持续走高 那波罗维 今天 相对的是强势的 是 收盘的时候 涨了快4% 那这个 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 他现在在这个155到175之间 相形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 仍然有机会持续走高 好 那柏腾是我们上礼拜 有跟大家讲 这支股票 他是 台湾的真空镀模的领导大厂 真空设备 那他的股价突破了 这个对正三角形 那 拉回整理以后 然后今天又再继续走高 盘中有涨停板 差一点要涨停 是 这个股价呢 仍然不可小看 有机会持续走高 好 好 记得要加入袁老师的Lighter 才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投资讯息 好 那我们 在这一个礼拜 持续跟大家 在推荐这个神盾集团的 那神盾集团 神盾本身 他这个 突破了这个对正三角形 突破以后 进入整理 那他的这个 他现在他是跟这个 埃斯摩合作 合作发展 次世代的AI 还有高速运算的产品 是 然后这个 股价已经突破了这个 对正三角形 持续走高 那安格兴顶也是跟着走高 好 那这是他明年的话 今年 他就会要 这个 完全变成了这个 IPC制裁的公司 是 然后安国呢 安国他这个 用13亿元 取得 安谋的软体 还有矽子财的授权 是 所以这个呢 他这个未来 就是会转型变成为 纯粹的这个 矽子财的公司 那现在的股价相对 是很强 他突破了这个 这个压力线在这个地方 这屡次在网上测试 是 感觉上好像压不住 股价压不住 那今天因为这个 呃 其他股票都不好 所以 这个当充蛮多的 应该是蛮多的 在这边 充来充去 好 那他股价也显得相对强势了 所以 仍然可以持续留意 好 那星科 是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 他是 这个 这个 散出型面板及封装 这个体材 是 非常非常强 他的金属材板 那他突破了这个 箱形整理 今天呢 开低走高拉了一个 很长的这个 这个长虹 是 差一点点涨停板 这个股价非常非常强 这个应该还没有还没有走完 好 那森瑞呢 今天也是相对强的 那突破了这个 上升三小型 那今天就是盘中的时候 有拉 拉 拉这个 拉升的这一两趴 那收盘的时候 在 收在这个涨了这个0.5趴 原来是相对强势了 好 好 接下来是新的拉难备时间 老师会分享 接下来这段时间 非常有潜力的短线黑马股 好 那这个利基 利基我们之前已经推荐过 那今天又再跟大家来推荐 因为他今天的这个股价 相当的强 他的体材 最大的体材就是Wi-Fi 7 2024年是Wi-Fi 7大爆发的时代 而且呢 不管是苹果或者三星 他们的这个手机呢 都要采用这个Wi-Fi 7的这个设备 所以这个对利基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基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材 所以感觉上他这个 这个股价呢 在这边上升三小型 快要突破了 突破 那如果说突破 他的股价就会转得更强 好 那另外这支股票呢 是叫乔春 乔春它是全世界这个新合金水龙头零组建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生产厂商 那他的股价呢 目前是在这个 27到31之间做相性整理 那今天非常非常强 是 因为他有转投资一个叫做 叫做乔治 乔治自动化 乔治自动化的这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他做什么 做智慧机器人 自动组装 自动那个 检验 检验 自动包装 嗯 不过他这个体材好像 稍微晚了一点 是 其他的机器人概念股 都已经涨翻了 现在才 才出现这个体材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他这个出现以后呢 他就有机会 突破这个相性整理 然后趁着这个盘势不好的时候 再持续走高 所以他的股价可以留意 好 选择好的股票 挑对进场时机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率 你觉得投资很难吗 你想要降低投资的风险吗 那就一起跟上 袁老师的脚步吧 要你故障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我的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